另外有一个也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 也是让男性都会有点担心的就是前列腺癌 但是其实有位密尿科的医生 他有谈到过前列腺癌 是一个比较友善的癌 因为现在前列腺癌五年的存活率 已经达到70%以上 但是男性朋友还是很关心 如何来避免前列腺癌 也就是前列腺癌的预防方法 可不可以请刘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我们讲预防 你就得先分析它的危险因素 现在就是说临床很多大样本观察 就发现很多因素 第一个是年龄问题 就50岁之上确实前列腺癌的发病率是增高的 在一个家族背景 比如说你父母兄弟有这方面的癌症 那么它会导致子女或者是相关的兄弟姐妹 兄弟出现这种前列腺癌 还有种族 比如说有些差异 现在这个统计素的一般的欧美人 它的前列腺癌的发病率高于亚洲的 那么欧美它主要是包括白色人种 或者是黑色人种 高于黄色人种 那么相对危险因素 比如说高脂肪饮食 你像刚才这个年龄 遗传包括种族 我们很难控制 那么第二类就是相对危险因素 高脂肪饮食 我们可以控制 我们就减少这些饱和脂肪酸 实际上这就是说和人类摄入的动物脂肪 动物这个红肉是有非常关系的 你像这个和这个坎贝尔父子 美国有个营养学家 他们父子附带子带都做营养学研究 当时他观察了中美大洋本的观察 当时就发现动物蛋白和很多癌症的发生 都有直接关系的 这个我觉得也和这个前列腺癌 这个危险因素它符合了 在一个性激素研究 当然现在雄激素 雌激素 到底有没有和前列腺癌有关系 现在不太清楚 现在就还没有确切的结论 第三类就是潜在的这些危险因素 比如说中国特别是大陆 它做过这个12个城市的调查 比如说性活动 他发现性活动确实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你首次已经越早 在一个30岁之前性生活过多 在一个失去性功的年龄越大 那么前列腺癌的危险性就越大 当然这是从一个方面 这个危险因素大家也不要误会 不用不是说你有这些行为 必然得前列腺癌 不是的 它是一个叠加因素 就是说如果你当然去除这些因素 基本上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 但是你说你有了其中一个因素 是不是必然得前列腺癌 那也不是的 它没有直接的这种因果关系的 再一个后来观察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输精管结扎 这个就是说因为在大陆比较多了 它是这个结育 就是计划生育 它结扎时间之上的观察 它在患前列腺癌的几率高于没有结扎的对照 还有维生素A和D 这维生素类的 维生素你像A吧 它现在研究是有点相反 就是有的时候维生素A你摄入过多 导致前列腺癌容易发生 有的时候你摄入过多还能预防前列腺癌 我觉得这个后来分析 其实和维生素A的来源有关系 还是和如果你维生素A来自蔬菜 能够抑制前列腺癌的发生 如果你这维生素A大部分都来自肉类 就会增加前列腺癌发病的机率 还有维生素D 维生素D现在比较明确的观点 就是说可以抑制前列腺癌的发生 当然也有学者不太同意 但是我们认为就是说特别是 你像有些地区日照时间短 冬天长的 也可以适当补充一下维生素D 那么对前列腺癌的功能 或者前列腺癌的预防 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这是这几个方面给大家说一下 维生素D现在真的是当红 因为抗病毒也可以多服用 这个维生素D多晒太阳 那没想到可以预防前列腺癌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万一有男性朋友 他遇到排尿不畅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到他们呢 这个就是说我觉得特别实用给大家介绍 因为刚才提到前列腺增生也好 或者有些前列腺癌 甚至出现急性尿珠瘤 这是个急症 这是个泌尿科的急症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在家庭发生了 你在叫救护车的同时 如果给自己的亲朋 做做学位按摩就非常快 第一个大学就是观炎穴 观炎穴我们以前也介绍过 就是在肚脐下的三寸 四个横指 一般的手法呢 油轻倒重 用中指或大拇指都可以了 轻轻给它按压 油轻倒重 40秒到8分钟 一般的都能排尿了 大家可以试一下 如果不行 你中间要休息10分钟 再重复 最多要4次 如果4次不行 说明这个方法不管用了 你可以找其他方法 再一个学位呢 是中脊穴 中脊穴呢 我们在临床观察可能比这个观炎穴更好一点 一般的你可以用这个中指代替针 不要扎针 为什么呢 其实扎针更危险 因为这个膀胱现在在膨大过程中 就是手指 中指给它轻轻按压 60度脚向下按 30到1分钟 一般都可以排出来了 当然呢 最好是用于什么 轻中度的这个尿珠瘤 作为家庭急救用 如果你是这个方法失效 那还是这个尽快的 这个急诊联系 让大家让医护人员得到 给你这个及时的救助 这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倒尿这些类的 这个就是说避免这个严重的一些病发症 非常重要 那如果像这两个穴位 有没有是平常作为保养来用呢 还是说它就是作为紧急的使用 保养用也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这中医观点认为 这个前列腺增生也好 前列腺慢性化 和肾气不足有关系 那么适当的这两个穴位 都可以补元气了 像关元中极 中极本身就是叫膀胱间的墓穴 它就是可以直接调节膀胱的功能 减轻尿贫尿疾尿痛 包括尿失禁 就是说这种失去控制 效果都不错的 大家可以试一试 好的谢谢刘教授推荐 那另外我们再回到前列腺癌的问题 因为有些医生告诉 就是罹患了前列腺癌的患者 说不必治疗 我们先观察看看再说 那虽然说医生说可以观察看看就可以 但是民众还是希望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方法 来阻止它继续发展 在美国医学杂志有一份研究说 运动可以延缓前列腺癌的发生 所以可不可以请刘医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万一有罹患前列腺癌 可以做哪些事来延缓癌症的发展呢 这个我觉得现在观察很多了 像东西方都有一些大样本临床观察 比如说这个 有一个很有趣的 它就观察和食用大豆食品 这个大豆呢 我们知道它是含有这个大豆义黄酮 有的叫植物雌激素 实际上你看看我们就是说植物雌激素呢 它来自自然 它能够这个减轻前列腺癌的发生几率 其实这和临床 他们药物治疗也有关系 你像药物治疗 它有些是有个方法是 治疗前列腺癌是用大量的雌激素的 长期服用雌激素 但是我们作为预防来讲呢 你可以用这个 多吃豆类食品 这个豆类食品呢 甭管是发酵的大豆食品和未发酵的 包括全大豆食品或者豆腐 其实都有很好的作用 这是第一类的 再一个呢 就是番茄红素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番茄红素呢 它对前列腺增生啊 它有很好的一个预防作用 但是呢 也对前列腺癌 它可以降低前列腺癌的风险 我觉得大家可以平常你的饮食啊 这个番茄 我觉得对男性朋友还是比较友善的啊 再一个呢 比如说还有胡萝卜素 刚才提到维生素D 维生素E 再一个一些西盐素 都发现可以降低患病的风险 当然呢 我们还是回到中医的传统观点 一个是呢 顾乎你的元气 顾乎你的肾气 对吧 在这个性方面 你像很多孙思淼啊 这个医生啊 他提出 医疗大家了 我们叫这个药王啊 药王 医生是张仲敬 药王孙思淼提出 他在他这个前提药方 前提药方中提出 就是说 就是说在这个性生活上 夫妻生活上 他有非常好的建议 就是说你随着年龄增长呢 你是要适当控制的 减少 这样对肾气啊 就是说你的免疫功能啊 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这样呢 你看很多前列腺疾病 前列腺炎 你不太容易发生 或者发生得容易这个康复 再一个 也能起到这个预防前列腺癌的作用 所以这方面的补肾气 非常重要 包括我们介绍的两个穴位 还有这个锻炼盆底肌 提骨道的方法 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 这个大家提前预防时 没错 好的 非常今天非常感谢刘教授的解说 谢谢 谢谢周日 谢谢观众朋友们 谢谢 好那今天刘教授提醒大家 新生活要特别节制 注意清洁 同时保持锻炼 增强免疫力 健康身心 这些不仅仅对前列腺好 对抗病毒能力也好 那当然大家还在疫情阶段 很多专家也正在讨论 是否施打加强剂 专家其实建议都不太一样 CDC免疫咨询委员会 在周四有投票 关于疫苗施打的几项建议 到底有哪些建议 我们将在明天的直播中 请专家为大家解析 感谢你的收看 祝福大家平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